这份是963亿 那可以看出来 先前有些跌身的一些相关的族群 或受到财报再加营收的一个效应 是今天盘面的主要的一些主轴 像LED 像太阳能 还有前两天这种跌身的 像什么世界先进这些 反而在今天有比较呈现一些 逆势的一个反弹 没有关系 大家好好跟大家做研究 我们赶紧来 欢迎是我们波浪大师 炫哥好 民间来宾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OK 大家说明灯在哪里 炫哥会跟大家来做研究 另外我们赶紧来欢迎的是 我们法人专家很有策略的盛杰先生你好 明杰 炫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两位 我们台股投资人 就真的是一直居高思维 所以央行外汇局长 当然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因为资金 这一波台币的一个强声 比美元还来得强 这股压力真的我们要对 我们的外汇局长至上很高的敬意 那他同时也很担心说 这个都是占外资汇入的比较大中 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也希望跟投资人做一点点示警 我们透过新闻来告诉你 国际股市气氛不妙 贸易数据拉紧爆 美股不支倒地 全球经济还不稳 国内央行也罕见示警 这波股市大涨全靠货币宽松 呼吁投资人居高思维 因为来看看最新4月外汇存底 比上个月大增30多亿美元 其中外资持有资产 一举逼近10兆元 占台湾外汇存底比重攀上77%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俨然是热钱堆出来的行情 外资资金让人又爱又怕 多头部队金融股又拉回整理 6号台股一开盘就杀低 一度还跌破9800点回测时日线 还好电子股盘中奋起直追 中场小跌一点 收在9818点 成交量969亿 一方面要公布营收 一方面要公布财报 第一季的季报数字 所以市场观望的气氛 我想在月中之前 应该不容易解除 所以说这个量缩会持续到月中 那指数就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当然就是说连续5跟黑K之后 今天在美股大跌 可以拉出一个比较长的 下影线的红K 也代表就是说 大概9800点以下这边支撑力道蛮强的 弱势电子指标华雅科宏达电纷纷突围 群创摆脱法说魔咒 历称红盘 外资花旗看好超高画质面板 调升目标价到25元 不止电子全职股回升 财报加个股也成为股价护身符 硕河一土闷气 四月营收飙上新高 带动太阳能族群展开大反攻 红杰科手机EPS1.73元写下新记录 股价直到收盘仍锁在涨厅 创下上柜以来新高 也带动同族群的表现 不过航运股成为盘面上的最弱势族群 国际油价5号再度大涨 一举冲破60美元 创下今年新高价 波段的涨幅逼近四成 这让航空双雄应声倒地纷纷打到跌停 波段回挡幅度高达15% 红杰科它的毛利率可以在淡季 大增4% 那市场一直在寻找一个主流 那财报的部分 红杰科打响了第一棒 外资现货持续加码 不过期货在不空 未平常来到负等1828口 台股是否真的会居高思维 也成为讨论焦点 记者邱一轩刘志胜采访报导 好 我们要跟所有的高成本报告 我们真的有居高思维 我们透过界面来看一下 这也是来自金管会的一个统计 以计交易的一个金额 5亿以上的大户 有没有居高思维 有 从去年的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已经算是高级起了 因为已经设了很多件了 701户居高思维 到今年第一季547户 这个落差其实是 5亿大户就差这么多了 这应该已经有三成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好不好 中十户1到5亿的 我们有没有居高思维 有 去年第四季也算高级起的 6301户到第一季5231户 OK 差1000户 我没有居高思维 有 然后呢 自然人 好不好 自然人反正就是统计的一个结果 过去以来最高峰 一年44兆 那平均好了 33兆 等于说行情有好有坏 但是呢 2014年去年 终于回到27兆 但前年我们最紧绷的时候 23兆 23兆到44兆 报告长官 我们真的有居高思维 选歌 国际股市 真的大家都看走眼 巴神也看走眼 比尔盖茨也看走眼 央行们也看走眼 对 我看央行 他说居高思维 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提笑皆回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提笑皆回 我们有没有居高思维 第一个 这个高就值得商榷 这个思维 我们从3955一路到现在 每天都在思维 台湾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最缺乏的 不是钱 是信心 你知道没有信心是什么意思 本来就是居高思维 对啊 现在如果 现在很有信心 就像拼命三人 没钱也穿进来 没有钱都冲进来 那个才叫做居高思维 就是那个信心比资金能力过资 这个叫做 所以这时候你才提醒说 要居高思维 现在不是 这个信心比资金远低 就是资金有 你说大家有没有钱 有钱 那为什么不买 没信心 所以央行似乎不是民情 他就要居高思维 刚刚明权已经举了数据 我们缺的是信心 我们有居高思维 大户还没回来 散户也萎缩殆尽 你会发现真正勇敢的都是外资 他为什么会提醒这个 我一直在纳闷 第一个我是提笑结婚 第二个很纳闷 这个央行长官 他到底没有搞通民情吗 现况市场的现况吗 好像没弄清楚 但是我觉得他在担心 可是因为他 我们看是什么样的职务 说什么样的话 外汇局长他可以感受到 资金很澎湃的 一直往台股流 进费路的一个数据 一直流进来 所以他的感受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外汇局长他主管外汇 对不对 所谓主管外汇 就是说他第一个当然汇率 第二个就是台湾的外汇存底 他每天在那边算财产 他算一算 外资如果现在拥有台湾的资产 高达77% 就是我们4000多亿的外汇存底里面 有77%是外资拥有的 所以他说要居高思维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外资在这里胆敢落跑 抽腿 他卖了以后 你知道吗 他会报10兆的台币 去换美金 对不对 去换美金 这时候我们的外汇存底 会被挤兑掉 百分之七十几 所以外汇局长当然 怕了 外汇 所以我们印证这个 我们回到立法院 立法院的委员说 那我们来做一个股市的测试 危机测试 意思说 压力测试 假设外资落跑100亿美元 就是3000亿台币 台股会跌成什么样子 我告诉各位 外资胆敢卖100亿美元 他不用 他只要一天卖300亿 我告诉你 明天没人敢进场 全部还手杀出 所以外资卖不了3000亿 他只要敢出手 一天300亿 第二天没人 你看我们这个现场 每天盯着 他卖了多少 卖什么股票 这个卖多少 还买 他连百十几天 我们都不敢跟 我们有居高思维 我们赶快给他 赶快给他 这个外资 这个拼命三郎 他一直买 我们就给他了 如果你突然今天一看说 外资卖300亿 你觉得明天他还能卖多少 他可以再卖 但是你知道那10兆 没什么好买 两三千亿美元的 你如果以10兆来换算 三千多亿美元 三千多亿美元 你怎么卖 同学 你想他怎么卖 所以央行我看 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他卖了前面一兆以后 有九兆 要归零 他卖一兆台股就归零了 归零 归零 归零意思说 你拥有股票 是变现不了台币的 是不是 吓死了没人买 他要卖要有接手 你看我们居高思维 我们怎么敢接手 对不对 正常状况 你买我都不敢跟了 你卖我还跟 不可能 所以应该是说 以台股现在的信心 要外资居高思维 因为 老婆 居高思维 所以 所以我说提校接会 我不知道 因为事实上 台股 除了少数几党 还算高 大部分 都还在低 都很低 我们那个指数 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感觉就一万点 几秒钟 这个差太多了 有几秒钟 我们现在的一万点 各位 我在那边看 金融最近很强吧 国泰市 不错 对不对 大获利 多少 60块不到 那是家权的啦 25年前多少你知道吗 1975 开发金 低用啊 为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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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最强 对不对 它是金融部里面 一马当身的 有的时候我有200块的开发金 因为 未来这个 这个证券 会好 是不是 那你说 它多少 多少钱 十几块 十几块 对不对 十几块 十三块都站在哪里 你知道25年前 它多少吗 1075 1075啊 现在十三块 如何支 我进来的时候 200多块 进来的时候 开发金 200多块 国泰市 我1975的 现在多少 75都不到 我如何居高思维 我是高在哪里呢 唯又在哪里呢 是不是这样 你看电子股 很危险吗 你知道吗 15年前 电子股多少 569 现在电子的指数多少 一半都没来啊 对不对 那个高价 都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所以我听到居高思维 这个何来高呢 唯是很低 我们也觉得很危险 我们是已经吓破胆了 对股市 没有不危险 我发现 他投资者对股市 就是永远 换不起的信心 这是台股 最大的问题 已经设了几件了 再多件 我看你看 都没好 怎么劝 怎么鼓励 怎么建设 大家还是心如知水 你知道 25年 25年的折磨 跟伤痛 怎么是几只见手 能够疗伤止痛的 投资者已经伤透心 我看很多媒体 你会发现 问到公众人物 黄地产 哪一户赚多少 哪一户赚多少 每一个演艺人员 金金热到 他的财产 通通是黄地产堆砌 股票 有了 别说了 对不对 我整个贝斯的车队 都推到太平洋去 你怎么没了 你怎么没了 你怎么车整堆都没有了 亏得要死 这个就是现在的写照 你看看 居士都知道了 对不对 台湾过去什么都涨 就是股价没涨 OK 但是问题 都没涨 大家还觉得 居高思维 我实在是 我不知道 怎么看 不过我们真的是拿出来 做一些讨论 我们也很感谢财经官员 愿意从他们不同的角度 来看台湾股市这件事情 其实都不是坏事 不管是央行外汇局的看法也好 或者是我们财长的看法也好 跟金管会我们的金长的看法也好 我觉得其实就是至少是 就是瞩目在市场聚焦 不会不理不睬 不对这个市场呵护关心 对 基本上来讲的话 其实蛮值得肯定的是说 最近的财经首长 对于国内的股市 真的抱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态度 我们觉得这个是不错 但是事实上刚刚宣哥也讲了很多 因为其实今天这个 居高思维这四个字 因为说真的 过去以前的经验到目前为止 这个央行对比较少对股市 讲出这么重的话 就是说大概也会讲一下说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所谓的居高思维 基本上大概指数就是看得比较高了 意思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外汇 因为外汇局长嘛 对 对 他事实上有他的一个 角色跟立场 对 有他的一定的逻辑 对 所以我要帮他的逻辑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我也是这样讲 为什么这个我们讲说外汇局长 他会认为说 应该要居高思维 他里面隆隆重写了很多 我把它归纳几个重点 好 第一个 他认为全球的实体经济并未回温 是的 他觉得说 全球的景气 简单讲就是 经济没那么好 凭什么股市涨这么多 为什么股市涨那么多呢 就他讲的 第二个 因为量化宽松 创造了资金行情 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在 就是说 现在股市没那么好 那这个基本 股市的好 都是因为金钱堆积出来了 卖热钱所示 对 他认为说 可能他也隐含说 台湾的景气真的没那么好 只是他看到是 很多热钱的进来 对 澎湃 对澎湃 所以他有那么一点担心 我觉得 这个是他基本的论定 好 另外 他又看到书面的资料 他又看到说 哇 4月份啊 外资啊 买了很多啊 也汇了很多 让他觉得有一点点担心 你看 买了多少 35.12亿元 那这个汇入也有36.87亿元 所以基本上 感觉上好像 好像钱一直进来 他认为说 景气好像没这么好的感觉 那最后 他就讲说 他认为 全球的经济基本面 和资本市场 是背道而驰 所以他才会提出怎么样 居高思维 但是 我说真的 我非常赞成 刚炫哥讲的话 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居高思维 谁要居高思维 外资一定要居高思维 我真的 我真的要给外资 诚恳的建议 对 他们要居高思维 因为 事实上 我们不能说这个外汇 你们很奇怪 外资钱会进来 而且还不能 只能按比重摆在 在市 对 其他的要摆到 投资市场去 没法拐出去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上个礼拜不是这样吗 对 其实外资对于 我们讲说 央行 对外资把钱会进来台湾 他有一些游戏规则在 对 有定游戏规则 所以事实上 外资会进来的管道 以及他的出入 大概就只有那几个 其实股市是 最重要的一个之一 对 所以基本上 当然外汇 就是央行他们 很怕他们来炒会 对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有一些外资 也真的还蛮乖的 他真的也买了不少的台股 这个对台股 是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万点 几秒钟都是 外资堆砌起来 对啊 万点两日游 万点两日游 不到两日加起来秒数 有没有上 好 我哪天统计一下 跟你们报告 都是盘中 不过说真的 这一波的万点的部分 真的是外资堆积出来的 因为他的热钱进来 来这样子买 但是我最后这里 要稍微讲一下 我要讲什么 就是说 当然外汇局长 讲这些逻辑 我都赞成 我也赞成 对 那我觉得应该居高市位的是外资 这样也对 但是我最重要的 我把这个纳斯达克的现行 给大家看一下 纳斯达克用周线 用长线纳斯达克的现行来看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你知道 其实我们讲说量化宽松 景气不好这一件事情 是今年才发生吗 是今年才发生吗 我们这个时间点可以把它放长一点 全球央行们搞的鬼 好不好 我们来看 其实我说真的 事实上刚刚明娟有跟我们讲 连巴菲特都搞不清楚 他自己都说看走眼 对 他看走眼 巴菲特是鼓神 巴菲特都看走眼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我说真的 景气不好跟量化宽松 今年绝对不是第一年 你看过去 从去年从前年 美国开始QE 紧接着日本欧洲都在QE 甚至到包含现在为止 欧洲QE才刚刚启动 所以这个钱还会继续撒下去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非常赞同这样的一个论点 但是好像就过去的历史经验 跟现在来看 好像比较搭不上来 就是股市的确是一直涨 但是景气好像也没有真的 非常明显的好转 这个就是目前全球股市 都面对的问题 对 都是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热钱party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我觉得外国家他真的是好心 那我们也接受到这个讯息 是的 但是发现 全球股市好像在经历一个 过去未曾有的一个经验 那好像目前 也是站在一个悬崖边缘 但是这个悬崖好像越电越高 大家还是摸不着头绪 如果说我们以长线的一个状况来看 好像还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我们外汇局长 其实他谈的是全球 都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全球的概况 待会我们会进一步 今天把国际股市来总体检 之前是分什么A咖 B咖 C咖 我们这次既然 央行有讲到说居高思维 我们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数字拿出来 好好来比对 说到底是谁应该居高思维 谁稍微比较安全 来跟大家解析一下 在欧洲的有三分之二强的国家 都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对 好不好 他们可是百年的金融国度 他们对金融的操作这么样的熟悉 也没有看过钱不当钱 对不对 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澳洲又历史的最低利率 然后降息嘛 然后包括泰国股市 又贬值要来救他们的出口 那对岸这种坐云霄飞车的 他们也说随时会降准 降息或降息降准 所以这场热钱游戏 我觉得站在这个 我们讲说金融市场的一个 尖端来讲 我觉得投资人最重要的是 把自己的荷包看紧 好 你的钱到底应该放哪边 你要放台股还是放国际股市 甚至台股你应该放哪边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OK 好 那我们稍后来看看 万点我们真的有居高思维 待会听听炫哥如何来看 五月份的台股大事 立委提议央行已经对股市市井 而且外资也是股市隐忧 是否该对股市做压力测试 尽管会主委曾明宗今天表示 进行压力测试可能会造成 预期心理不可行 而此外 曾主委也说 外资金贵赂率创新高 对于台股来说是不确定的因素 连勇今天召开法说会公布 第一季的营运结果 受到淡季需求下滑 以及春节工作天数减少影响 第一季合并收滑落到126.98亿元 即减15.96% 对于第二季的营运展望保守 预估业绩将会叫第一季持平 朔和公布四月份合并营收 以10.9亿元改写历史新高 年增53.7% 月增12.9% 投资日本赴到电站 本月中开始正式营运 逐步提升获利 朔和表示 四月份营收改写历史新高 主要是阵营将出货持续增加 陈宏公布四月合并营收为78.22亿元 将去年同期减少13.2% 主因新产品将往年集中在下半年出货 瑞宇四月份合并收26.48亿元 为近三个月的新高 瑞宇看好随着微软Windows 10上市 加上4K超高解析度电视渗透率持续攀升 下半年的营运乐观 核数将在明天举行罚售会 外资花旗环球率先发布报告最新评估 看好合力股价为105元 主要因为单机效应 并未大幅影响盈益率 仅较去年第四季的3% 下滑到2.8% 群创法师会上公布第一季美股获利0.87元 今天八大外资出局报告 总共有五家调升了群创目标价 其中以港系外资给的目标价最高 来到29元 新浦四月份营收表现由于市场预期 一家欧系外资出局最新报告指出 新浦因为拥有产品品质加 而且公司运作有效率两大优势 尽管面对中国大陆的竞争 还是渴望维持两位数的毛利率 重生新浦买进的平等 以及目标价173元 日历冷气深耕台湾